贝雕 当一枚平凡的贝壳遇到它的伯乐 会焕发出怎样的光滑 从贝壳到贝雕的华丽转身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与精巧手艺的奇妙碰撞 中国人与贝壳的渊源由来已久 早在山顶洞人时期 仙祖们就把贝链当作装饰 商代以后贝壳还充当了货币的角色 秦汉年间 人们在贝壳上雕出简单的鸟兽图样 镶嵌在器皿、桌椅等器物上 称之为螺垫 这便是贝雕的前身 经过历代匠人的传承与发展 融合了芽雕、玉雕、木雕及国画的灵感 贝雕艺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自江河湖海的贝壳 经过选材、绘画、雕镯等多个工序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精美的工艺品 红色的海螺、鸡心螺可以制成枫叶 海鸿背的独特斑痕可以雕琢为古树 黑色螺旋纹贝壳装点侍女的发际 江背的层层纹理化作曼妙衣裙 欠姿百态的贝壳在匠人的巧手下 成就了无数巧夺天工的贝雕作品 闪耀着天然的质感和人类智慧的光辉 亿万年前,我们从大海走来 贝雕作为海之起立与人类记忆的结晶 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 讲述着人类与海洋的动人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